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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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了嗎 行得了嗎 咕咕咕 我忘記說我要去哪裏 其實是收眉和吃晚飯 給近鏡大家看看好不好 眉下邊和眉尾的雜毛已經是橫身了 所以就要找Vienne幫我修修 大家承認 我化了全日妝眼線有少少掉 之後是閃亮亮 因為很熱出了很多汗 轉眼間我已經來到尖沙咀 我買了少少東西給Vienne 她剛剛開新店 我們到了 出去 這裡 這裡 好了 我們到了 這裡就是Vienne她新開的工作室 Hello 我找你收眉收了十年 你第一次見她 真的嗎 搞笑 他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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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照片 你會不會太開心 你又扯別人在地毯 哎呀 撞到了 你沒有份收眉的 你知道嗎 我來吧 參觀完了沒有 對啊 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先參觀一下 有間房間 應該是做一些飄眉的治療 然後這裡就是收眉的地方 當初我做蜜蜜收眉 是因為它快靚靚 不喜歡一條一條毛蜜 我會打蝦的 找找找 就十年了 收完之後終於乾淨了 我每次都很喜歡 看自己收眉的尾 會自戀的 會自戀的 她今天喜歡不黑面 對 好像累了 怕了 她走了很多 你沒有份啊 不打不撞 找到一間很精緻的餐廳 食物賣相很吸引 味道不錯 是一個很適合和朋友喝酒 吃飯的地方 然後Chopper 給大家想像中 應該更不會吃 她真的不會吃 還有今天的MVP 絕對是要給這塊牛扒 實至名歸 她那個medium rare 做得剛剛好 完全不會乾柴的 對 對呀 趁我下個禮拜會驚奇 今個禮拜做就剛剛好 嗯 現在六斑林六斑是薑油 哦 我們專門用薑油 血糖的快 嗯 然後把肚子裡的汗去到 啊 嗯 嗯 嗯 今生生日正日 我帶了她去吃Omakase 對呀 因為牆很靜 我就不夠膽一邊說話一邊吃東西 我怕騷擾到師傅和其他客人 拍了少少片段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有興趣想知道價錢好不好吃呢 我是出了IG post的 可以稍而欲望 那現在呢 就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吸引 真的很好吃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昆布直海膽 它可以將海膽的甜味呢 再升華一個層次 忍不住要Cheers 今天的安排滿不滿意 滿意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啦 快樂啦 好啦 我們今天去了行山啦 大家知不知道這裡去哪裏呢 我們會走去哪裏呢 要背著背包 再拿起初拍的袋 很多東西 我們來到這個分岔路了 今天呢 我們就走這裡 去千島湖 可以的 不要扭舖了 走吧 加油 今天我不會保你 對了 我們應該差不多到了 還有二百米 上來這裡就可以了 快點死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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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表演很快 哈哈哈哈哈哈 Chopper出街是要等齊人的 所以這個畫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他等金山去到差不多時間呢 才會繼續走 是不是很乖呀 他突然間有一堆羊 哈哈 哈囉 喂 為什麼你們會在這裡呢 哎呀 他們好可愛 他是不是有了 是 為什麼你的肚子這麼大呢 你要玩小狗 哈囉 每逢月中我都會去換Gel甲 好怕蛇甲的聲音 原來我是會起雞皮的 我已經很久沒見過自己裸甲 好長啊 我是不喜歡自己長指甲的人來的 所以呢 通常我都會叫他幫我剪到很短 這個長度就剛剛猜了 大家猜一下我會弄什麼指甲 搞定 這次是講Halloween 這隻鬼好可愛呀 因為 接下來應該 十月尾 然後十一月中 我就會轉指甲去韓國 所以呢 這個film就對了 當我忍不住自己的包包麵的時候 真的要做一個蟹褲了 就算是太包了 金山的蟹 他不應該說你 他說我有三個下巴 OK 是三個啊 之後我就下定決心 一定要做一個蟹褲 今晚是大閘蟹之夜 因為要做大閘蟹我就不煮飯了 然後呢 就買了一些爐水回來 我已經偷吃了少少這個鵝肝了 其實那個份量是本身再買多一點點的 之後呢 我就給了一盒仔鄰居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有這裡 不過應該都吃不完的 可能明天呢 都還見到他們 今年第一餐大閘蟹 超大隻啊 喂 給我拳頭 你看一下 這個大閘蟹 它差不多大 我買到這裡是五至六兩 這一段呢 就是蟹蟹 然後我現在再蒸另一段 是蟹蟹 知不喜歡吃大閘蟹啊 你是不是要吃大閘蟹的腳啊 舔你了是不是 好了好了 在攤著了 這個是第一隻 我買了八隻的 哇 你這隻多我這麼多的 哇 給大家看一下蟹蓋 它呢 都超多膏啊 還有我的雙鴨 蟹膏是超級繁敗 我們在IG看到廣告 然後就去買了 這次沒有中伏啊 很開心啊 和媽媽夾手夾腳 終於拆了蟹腳了 大家吃蟹是哪一個派別的 我是很喜歡吃蟹膏 享受型的 然後剩下蟹腳 就剛才全部很多一次過拆了 但是我爸爸媽媽就是一邊拆腳 吃完腳才吃蟹膏 你們呢 今天我終於得起心肝去補飾了 有沒有見過呢 是你的聞味之 我逼你補飾 而不是自己要求補飾 我就是通緝你的 已經問了很多次了 終於下定決心去旅行之前 保釋應該是最好的 最方便的 我現在又緊張了 你感覺到我手抖嗎 不用怕我會陪你 因為我現在已經隔了一年了 一年了 我現在眉毛還有底色 你看到這麼近 這裡還有一條條 還有少少線條 對 有線條 還有這裡的底色也有 然後眼線是超清晰的 咦 又真的有分別的 這邊是剛剛補了色的 然後這邊是未補的 向鏡再看看 它實很多 但我明明覺得已經很實了 它可以再實 這個角度很奇怪 很迷 好了 到尾了 我可以很放鬆 這次不緊張 在現場直擊這樣看 我發現很好看 好像很S&M 好像在看表演 只不過表演長地是我的眉 超好笑 我現在一隻手拿著相機 拍著我現在 聞眉 然後我一直在聞眉 然後我一直在說 對呀 超好笑 完全看不出來 我是剛剛弄完眼線和眉 一些種 一些紅的感覺都沒有 我是補了少少遮瑕膏 還有少少粉底 對呀 令到自己沒那麼殘 因為我見很多人都好奇 究竟是怎樣 我就直接 怎樣做 對呀 拍過過程出來 方便過 我去說 不知道這樣看下去的畫面 會不會 有點恐懼 但其實就 真的不同 少少 你不會完全沒有感覺 但至少 破皮 對呀 我會 講到話 之前有個熟的客人 他以為是加一些棉花 上面 但真的很多人說 像BBQ的棉花糖 都像 現在我看回 他跟我說完 然後我看回都覺得 其實挺像 像 你到時看回這個畫面 就會看到 很多棉花糖 現在在我的肚臘飄 只要著火 煙飄一下飄一下 因為大家可能看 故事都是幾秒鐘 不會看到那個過程 但如果可以 就算我快鏡也好 人們可以看到那一刻 究竟是 從頭到尾做些什麼 然後 還有我這樣會 第一人視角去拍 現在就是燒棉花糖 對呀 已經燒棉花糖了 其實也挺特別的 消棉花這個過程 有點熱 其實睡著的時候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會聞到捱的味 然後有一點暖暖的 之後可以玩電話 或者可以休息一下 通常我都會拿電話出來做事 然後就是這樣 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的好奇心